大家好,我是Renee,霞女深水埗公和豆瓶厂第四代的負責人 我和阿信已經認識了很久,超過十年的時間 阿信做區議員的時候,都會經常來到我們餐廳 喝豆漿,吃煎養豆腐 所以我們當時都變成很好的朋友,都會經常互相問一下大家生活的近況 有時有些工作上,我們未必懂得怎樣解決,都會問一下順意見 其實大概在七年前,我們店鋪需要大裝修 因為都要符合很多政府不同部門的要求 因為我自己不太熟悉這方面的一些規例 那時候阿信也很有耐性 我將我所有的文件和一些問題,我都去辦事處 他都很有耐性地坐下來,將我不懂的東西逐一逐一解答 以及告訴我怎樣解決那些問題 首先,阿信很喜歡做運動 給我感覺他真的很健康 第二,其實他真的很有耐性 因為其實做區議員,我都知道每天都要接觸很多不同的街坊 很多不同的個案 他能夠很有耐性,無論那件事可能很複雜 或者要經過很多政府不同的部門 他都是有那份堅持去幫街坊 幫朋友去解決他們生活上的困難 其實他做了立法會議員之後 我最難忘就是剛剛我們新冠肺炎這個疫情開始的時間 我們香港有一班居民滯留在日本 當時我知道他要親身去到日本去協助港人 回到香港其實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所以我作為他的街坊的好朋友也好 其實我知道他有這個任務和工作 我當然覺得很擔心 但是同時之間我也覺得很感恩 我們香港有一個這樣的立法會議員 他這麼願意去為我們的市民付出 其實我自己都有一個很小的小朋友 我知道阿信他自己都有三個小朋友 其實大家作為父母有時聊天 我跟阿信有時會覺得 其實大家都有同一個希望 都是很想自己下一代 他繼續可以在香港很快樂很開心地成長 我知道阿信其實他都很積極地去 譬如在啟德運動那些項目方面 作出了很多建議和一些籌備的工作 其實我也很期待 可能將來我的小朋友和他的小朋友 都可以一起享受到這些建設的成果 因為我認識阿信很長的時間 但也都非常了解他的為人 性格 我覺得其實我們香港真的很需要 這些有心有力的 有承擔的人出來 是為香港做更多的建設 令到香港是可以 將來為我們下一代 有更多的機會 我是霞女 樂活安居 閃亮西九 大家一齊12月19日 支持鄭永信 我們很可見 麻煩